聽說喜歡的房子的人 那我們其實就是很期待 他這個能夠繼續保留在那裡 雖然說他外表看起來不夠爛爛的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 演繹說非常有保存意義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是他的後院 後院是一個在2014年 有一個中科大的團隊 你應該可以記住是視覺傳達之類的科系 去做一個射照 那個射照叫做盧森埃 在2014年的1月 那他那個時候其實有 譬如說他用這個鐵門去做一些意象 這個其實就是在這個五眼科的後院 大家如果有通話可以過去看 但是等一下這個會後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 可以帶大家去這個導覽一般 對 喔 那我其實旁邊還有做一個 我記得按出來 不好意思喔 喔其實旁邊這個 還有 欸 想說 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 按照這個 喔 是 那 那 我發現我按下一頁好像就跳出了 喔 還是要聲控我們的 我可以讓你聲控沒關係 喔 我們現在好像跳太多了 再往前 再往前 對 在這裡就好 喔 那 其實在有 有 有 我發現 吹一彈就會 我還知道 我沒有聲控 喔 他手夠長喔 那其實旁邊有 叫一個 這個 名次喔 這其實就是我大概會覺得 這道腦袋可能會 拆掉了這個 危險性的一個排名喔 那其實就參考用啦 那講這個名次 講起來也蠻感傷的喔 那這個是虎厚街喔 虎厚街喔 虎厚街就在這個 台中中梯喔 就是以前的救世聖體的 後面 那一大 他其實以前有很多 可能這個 台中人 當然也講很多位都是 道地的台中人喔 那後面有很多的這個 牛肉麵店啊 小吃攤等等 那可是現在就只有一家這個 阿正一樣 阿正果子在那邊 運運 這個什麼 營運嘛 那其實都發覺後面還有很多 很漂亮的這些磚器的房子 還有一些倉庫喔 像我那個 那個 旁邊那個紅磚路喔 嘿 那其實很可惜的是 他目前因為閒置喔 那 趁到一些政策啊 在英國96年喔 準備要把這些 房子喔 來充根喔 就覺得非常合心 對不對 那我們就換下一頁喔 喔 這棟也是一個 怎麼講 一個品局啦 叫做千月大樓 那大家可能比較熟識呢 他這個 大樓的一個 一個 一個怎麼講 一個 一個故事喔 就是叫做綠窗鬼喔 當然我不要說喔 在這個整個 做完這個田野調查的時候 會覺得他這棟 其實還蠻乾淨的 我指的是這個 故事上的乾淨 OK 那裡面的話是很障礙 很 很 很豐富啊 這棟 這棟 這棟鬼樓喔 對不對 這棟七個大樓 這個 這個 他現在喔 在2018年喔 準備要 準備要被拆除了 因為其實他拆除的範圍很大 基本上可以延伸到前面那個 而往後延伸到那個 激光街區 其實你會發現他整個範圍 整個 整個區域是不夠過的 對 那 準備變成一個 記得是地下六層 地上好像三層的一個百個公司喔 不要變成百個公司 對 那他其實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綜合型的一個大樓喔 裡面有住戶啊 有什麼的 那現在 現在大概只剩下 這個 一樓 地下室啊 地下室還有一個叫做 清古賽的平哥西餐廳 那聽說他的餐點跟他的這個 餐廳那個名稱 逆模一樣喔 不過這個 這個 一直以為不能講喔 不知道有沒有人得 但是他聽說很好聽啊 不過餐點很大喔 尤其是火鍋喔 那 這個 二樓還有這個 網咖啊 一樓還有這些 一些小座方 小座方就是什麼 修改衣服店啊 等等的 那 這個五樓 五樓還有一個 一個住戶喔 這個五樓住戶的話 我們聽說是三戶的一家 那七喔 是一個一公五屏喔 專門是一些 一零級的這個 怎麼講 一零級的這種 電視喔 這種之型 要去探 探 他們不太像是 是夜店喔 因為他們竟然是 中午營運喔 所以如果你中午有 有經過這個 清運大的話 你會發現下面是 十橫片 我所謂的十橫片 是大家最大的 對 那這個 這個 他樓上的話 其實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 KPD 但現在上去的話 是看到一個 非常殘破景象 但是基本上 我就覺得這個 大王的景觀很好 裡面第一個 他高 第二個 他晃得也蠻遠的 對 那 有應該說 也是比較說一個 非常可惜的事喔 他準備被拆了 就是 基本上 現在聽到的數字喔 是已經達到九層了 九層準備把它拆掉 九層裡面的主部喔 所有選擇 是同意要把它拆了 好 那就換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 清運大樓手櫃喔 其實 後面有擺那個 大文化第九攤 那這個第九攤的話 就專門在介紹這個 這個 中區的顯示空間 跟一些大廠廢墟喔 好像應該是被拿完了喔 對 那 畢竟說 不要說一個抱歉 那如果 對人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這個 會後也可以去中區 再生幾屁喔 現在應該是來 可以免費所取 大概 他有1000份的扣檔 可以免費罰罰 對 對 應該是沒有被拿過的 好 那到下一頁 這個就是大家 可能比較 是財務中 好 那這個大家比較 這個熟識喔 就是這個 天外天劇場喔 那這個就是烏鑾清潔 他們整個呢 家族這樣子 偷偷出去 做一個劇場 那也是一樣 整個到齊喔 我們就是 常常被偷拆喔 對 然後下一頁路 對 那這個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台東文史福星組合 他們在保護的一個 台北宿舍區 其實這個範圍很大 一直延伸到整個 二十套倉鋪啊 然後 霍武生在那邊 然後再下一頁路 對 那這個的話 是在2014年的7月 7月中旬的時候 被 算是被偷拆喔 他也是一個非常大型的宿舍群喔 嗯 那我可能要這個 到 當地喔 才會有 其實都也分成講當地的 在東區而已喔 對 這個 說明清楚他一些 這個 其實他那個宿舍還有分子 直等的喔 就是你那個什麼樣的職位 那個宿舍 什麼樣的宿舍啊 然後大家在下一頁喔 然後 這個就是個人的一個手櫃喔 所以大家在欣賞 然後下一頁喔 OK 那還有的話 是這個 新銀街倉庫群喔 其實就是跟這個 建國市場有點關係喔 OK 那再下一頁 OK 以及這個 建國市場的捲存群喔 那其實這個 整個建國市場 譬如說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談喔 但是 這個 目前的話我覺得這個宿舍 真的拆得很快 嗯 現在已經基本上 這個周圍 就是徐徐樂園拆光喔 在那個建體的速度 這個速度大概 到幾個強 就大概是怕夜場落空喔 可能如果 留太久 就會被人家這個 那個 去發起這種 運動 又把它倒成下來喔 所以這個宿舍是蠻有效率的 所以我們就下一個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一個日式速度 在他的整個周圍裡面的一個 小巷洞 對 這個 真的要有 才能夠帶大家喔 去看一看 好 再下一頁 對 那這個其實是 怎麼講 因為大家有沒有聽到 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 東協廣場 前面的廣場 對 都被拆了 那這個 這個消息 基本上 目前喔 都是一直勞帶的狀態 就是怎麼講 十月十二號 就需要拆了 今天幾號 今天十月二十二 十二 今天就說十月二十二號 就要開工天理 可是看來應該是沒有的 對 當然為什麼會搞到這麼一幾年以後 聽說就是這樣子 原本水利局 然後就把它開蓋 對 那後來是 好像被市場 覺得市場 市場說 我今天總沒有一個開工天理 所以現在就是為了這個開工天理喔 就來炒來炒去喔 好 那是下一頁喔 所以這個就是自己一個 這個 第一廣場的手櫃喔 再來一個 這也是第一廣場的手櫃喔 你現在走到那邊去喔 這個金字塔都已經還原了 那不是原先的金字塔 原先金字塔的玻璃 有這種 陰貼的 很漂亮 那這個第一廣場 我還在 但是他的名字 已經改成東協工廠 嘿 那這個東協工廠 後來有很多笑話的故事講 我會以後大家來詢問 好 再來下一頁喔 那這個是台中鐵到軸線喔 我大概稍微有亂過 嘿 其實那個時候有發生一個 很好笑的笑話 就是我那時候 拍完這張照片 放到這個寫的床群上 我竟然有看到一個留言 就說 欸 那我們明天是不是搭不到輔車啦 我沒有喔 這個只是火車 移到這個高架化去行駛喔 那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是最換一般的派女的號 嘿 嘿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 沒有辦法 那後來幫他查 你只好心有查 發現不是 對 然後再下一頁 這個就是中生氣氧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可能我們現在一天講完了 他就已經變成渣渣了 因為今天是拍祕面 他就把祕面給打掉 好 那這個就下一頁 那我其實就是 就是談喔 這個一個結束 一個開始 就是這些算說 他是結束喔 那我們可能就不再參加 不論說他這個 是開始會的 有錯 會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是期待 他是一個結束 但是你確實會帶來的 拍送 這個 真老 變解 這個 這個概念 OK 那大概就是 道正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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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